好 来看一下这个蔡政府 是不是总是很多承诺都是讲讲而已 都会跳票 比方说昨天去到这个国际护理师节 蔡英文跟这个两位护理师同台 然后讲到说会承诺与诺会致力于推这个医院三班 然后这个护并比 那他讲说我们这个政府跟立法部门会一起努力 为护理人员打造更好的职场环境 那到底怎么打造呢 之前我们不要讲别的 新冠的裁减奖励金打入账户里头九块钱 那我们不是编列了很多的预算吗 你这个侮辱性极强的这个九块钱 真的是让医护觉得都心都寒了 所以医护人员很悲愤悲情站上街头说还我津贴 你们当时讲出来什么全额防疫津贴 根本就是骗人一场骗局嘛 那你看像医院的暴力频传 甚至很多我看到相关的报道讲说 现在这个几乎医护啊 这个是大缺额都补不满 大家不愿意去当了嘛 政府都会跳票了 那你说你看看很多医护人员都还会遇到那种被殴打成伤啊 现在国民党团是提出修法 希望医护能够免于暴力威胁 洪梦凯他听到说这个蔡政府轻忽了医护人员的权益 你不要讲别的防疫期间承诺的这种 这个防疫津贴 染疫津贴 还有三班互并笔 这些全部都是跳票了 那你还说那么多 就讲了也是一些空投支票而已嘛 那可是你对待自己人倒是另外一种态度 肥猫一堆都在我们的工股行库里头 不只合库的合库金的董事长 爽领津贴 这个洪威姐呢 他又再度爆料 他又讲说啊 这个列出来这样的一个表格 包含赵峰金 第一金 华南金 合库金 张盈 这些工股机构的这个董事长啊 还有总经理 他们其实呢 在当时这个房屋津贴 这个被取消 被立院取消之后 他们就立刻改成了叫做业务津贴 同样的钱哦 你看一模一样 完全就在同一个时间 无缝接轨过去 所以你看起来 我不补住你房屋了 可是突然又巧立明目一个新的津贴 然后就这样子照样再领 最低呢 一年可以领72万 最高可以领到120万 所以你从这个时间额度资格来看的话 根本就是完全延续过去嘛 领的金额啊 还有董事长发放 完全一模一样 换个名称而已哦 所以难怪洪威姐讲说 这些工股银行的董总 贪婪无度啊 巧取豪夺 一毛钱都不肯不拿 那财政部的回应是讲说 这个暗年调查 公股的董总 薪酬 支领的情形都符合规范 那相关的支领 都是予以尊重 所以等于没回答嘛 领了这些 难道不用说清楚吗 那再来NCC 现在是不是不怕 没再怕 这个罗秉承讲法 他讲说NCC 就是中天事件 只是这个程序瑕疵 那法院并没有否定 原来不予换照的实体理由 中天的律师讲说 你罗秉承的发言 没有尊重判决的意旨 是为神先判 所以NCC现在败诉了 政院死不认错 亮哥又跳出来啦 讲说 这两个人啊 讲到说 陈耀祥啊 就是有这样子的插官 所以才会出了问题 然后反正也没关系嘛 反正明年520就下台啦 他根本就是英犬的代表 这是亮哥讲的爱 不要来找我麻烦 亮哥讲我只是转述 那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NCC告诉中天 现在连俊逸哥 前绿委他都不忍了 他说 NCC哦 你应该要借由这次败诉的机会 赶快长大独立 否则极有可能成为 被立法院修法废掉的一个机关 那我们来看一下民意上面 美丽岛的民调 他认为呢 应该停职候查 就是陈耀祥应该要停职候查 72% 几乎一面倒 72.3%的人认为你应该要停职候查 所以你看 这个美丽岛算是比较偏绿的吧 连绿营的人都对NCC不太相信嘛 我们来问一下龙杰 这个企业被他们恶搞也不是一天两天 他们是不是中保私囊 那官商勾结 然后能源政策错误 害得我们一个纯朴的台南市的 有一个绿殿下来变成 不但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吃不下 还要官商黑金枪绑在一起 你看看 他酬用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以前 我记得有个企业 在书院长上来 这企业合法的贷款 你讲的这些公股银行 竟然被下命令说 不能够放贷 因为这个企业挺难 所以我们现在 国民党只要是蓝颖的要参选 很多企业不敢给我们捐款 大家真的会怕 那媒体也一样 所以到了你看 蔡建新 我都不知道 我们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什么合作金库 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还可以放款 然后他把他的 女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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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生 媳妇 阿姨 阿长 姨长 国民党 国民党 金博 衣博 都进来 一个当事长 你酬用一个就够了 已经很难看 整口罩都进来 再来 合作的企业 当作行李不用本 你当作行李不用本 这个土地 如果你要投资五亿 那你可以赚五千万 你现在是连五亿也不必出来 我才可以赚你 你不用出本 这不是官商勾结 不是什么叫官商勾结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 当你的言论自由 他可以被钳制 我跟你说各位望 你不要看我们三人在这里说 主持人站在那裡 这都有按摩的 这是他们都会来跟你关心 你们曾经叫责政界来 他说什么 你叫少女的 我跟你说今天是好分 不然以前这边会贴一张单子 什么什么不能讲 什么什么不能讲 拜托 那我们那张的去哪了 那你说这个政府 那到了我们所谓的民族 如果民族不是在一个充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跟法治的基础下 这个民族是去用尼克的 是真真正的 是这个专制 所以赖清德要挑战的专制 就是民进党蔡英文主政下这个专制的体制 那他说要重新建立一个民族 就都你们在说 来中了你们 黑面的你们 白面的你们 所以我们从捍卫 为什么我说 不管今天是不是在这个台 为什么我要大家 包括我所有的支持者 我说你一定要深远中天 尤其是当这个法院裁决下来的时候 也许他们会上诉 但这是我们当年多少人 要捍卫 这个言论自由所得 记得陈水扁当时对TVBS 他最后他也不敢落杀手 那如果我们今天不帮他讲话 将来这个国家器器 对付到这个电视台的时候 也没有人帮我们讲话 对付到我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帮我讲话 所以我是认为 NCC这种私离私隔就对了 真的啦 陈耀翔 这最初是你的脑脑 好 赖远哥 罗秉承说好说歹 也是政治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 怎么会讲出这个没有知识的 法律知识的话 他说法院并没有否定 原来的实体理由 只是程序有瑕疵 你到底有没有搞错 行政法院进去了行政诉讼法说 我要告谁 告的内容只有一个法律 叫行政程序法 法院没有在管理 这管理这个到底一个 你到底程序有没有合格 程序合格的话 才会接受你的行政处分 程序有问题就直接驳回了 驳回你的行政处分 撤销你行政处分了 这本来行政法里面 最重要的行政程序法 谁会管你是 这个房子拆不拆 不干法院的事好不好 只是说你拆的时候 有没有符合法定程序 那或者你拆的机关 是不是你在行政组织的功能 跟权力范围里面 你可不可以拆 比如说龙介兄当台南市长 他可以拆 那我只是建商我可不可以拆 只是在争论这个东西 所以行政诉讼里面 最重要就是行政程序法 你在说什么 他当然不会去管理实体 行政不及格 实体根本都不考虑 他怎么会讲说 这个不是实体 行政程序 我以为就是最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现在行政院 死不认错 要上诉了 上诉我当然希望 最高行政法院 也能够要维持法律的尊严 用法律的原则来看这些案 这个案子 这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案子 关心台湾民主政治的案子 跟党派无关 然后我当然会提心吊胆 因为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 是大小姐的大表哥 所以我有点提心吊胆 所以大家赋予更多的关注 连那个谁 这个民进党的前立委 李俊丽就讲 NCC废掉算了 我也主张把NCC废掉 为什么 因为试用这么久 没有发挥功能 几乎都变成什么 当权者操纵的政治工具 也就是什么 就是血滴子 像TVBS经常接到NCC 莫名其妙的一些通知 干嘛 所以我是觉得很令人不解 再来 这个事情是我很难过一件事情 疫情期间从2020年的1月份 忙到今年的 整个台湾功劳最大了 不是你卫生卫福部的人 都是我们台湾的医生跟护士 是最辛苦的 那你不是答应给人家 这个什么防疫津贴吗 这个什么染疫津贴吗 还有什么 还有病户比的问题吗 没有就要补贴人家 做了没有 这小钱 再多也都不知道哪里去 医护人员也不会跟人要求 很大的价码 那你给这些什么 金融机构的董事长 医护金贴这么多 就比照他们吧 每一个医护人员都发这个薪水 这样可不可以 而且我们给你8800亿 给你民进党政府 去搞这个染疫 你到底做到哪里去 拿出来给大家闻一闻香吧 我知道你关给台北市某知名饭店 就7000万新台币 那医护人员怎么拿不到呢 不可思议 好 我们制作人要我展现 强韧的生命力 我们又要来做一个声明 因为刚刚龙建仙有讲到说 什么什么不能讲 我们要解释说 我们没有针对议题说不能讲 是针对来宾的用词 不可以有NCC觉得不雅的用词 所以我们不是受到任何外力干涉 影响来宾的发言 好 讲完了 好 杨明哥 不过有时候你们要感谢一下 这个执政团队 比如说这个苏贞昌在国会讲 那个不要脸就可以从那一个版 那个单 那个智慧 没有 这个当天我们可以跟着讲而已 但是之后他没有讲 就是要感谢行政官员示范讲粗话 于是节目就可以放宽一天这样子 好 可不可以讲西洋滚桃 西洋滚桃可以 因为薛瑞远讲的 你也可以讲 所以我老实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这个电视台的监力 不是拿来做词汇的管控 不是拿来做内容的管控 事后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今天 像之前我在大白话 就在这个位置上面讲 当初有这个疫苗 有人这个在卖黄牛疫苗 然后我就接到台北市卫生局的发函 后来我去打听上面交代的 上面是中央交代的 就是要查这个案子 结果后来幸好我被约谈完 真的爆发这个黄牛疫苗事件 还我清白 所以你要知道 连我有评有据 我是真的有听到这样的讯息 我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 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被骗了 有些黄牛疫苗价格喊得很高 那个根本是不合理的 结果居然你最后是被约谈 约谈是怎么样 还要用那个 你知道还要用那个印尼 还要盖手印 像是去警察局做笔录 可是我在卫生局 然后全程还要摄露影 把我当犯人 把他当被告来看 这真的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结果这个事情 后来没事了 没有下文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 用这种寒蝉就叫做 让你有一个寒蝉效应 让你连讲话都不敢讲 是最可怕的 所以这一次 我们常讲五权分离也好 三权分离也罢 行政 司法是互为不同的权利 将近司法权判决你行政权有问题的时候 你行政权居然还说 没有 我们没有错 我们没有违法 都是司法搞错了 不是我们的问题 那你还尊重什么司法 难怪会搞烂权这件事情 难怪NCC在这整件事情 最后还要拿人民的纳税权去打官司 这真的是很荒谬 这些 如果我去NCC主委 你们就拿自己的特别费来打官司就算了 这个我就没意见 因为是你们搞错了这个表格 才会让这个判决 让你的处分被撤销 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这个